Pra na rogis 我是阿玉沸陀医师July 今天想要教大家一杯可以降火气消暑的阿玉沸陀茶饮香菜籽水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一杯冷开水以及一茶匙的香菜籽 我们将香菜籽洗干净风干之后 用菜刀的刀背拍碎或者是用研磨波将它磨碎 不需要磨成粉 被拍碎后的香菜籽大约一茶匙的量放入一杯的冷开水中 我们可以将它放过夜或者放两到三个钟头 等香菜籽全部沉到杯中杯底之后将籽过滤掉 这中间不需要用汤匙搅拌让它自然的沉下去就可以了 香菜籽过滤掉之后我们可以用印度的冰糖或者是印度的蔗糖来调味 这样子就可以了学会了吗 Namaste